我老公今天终于回来了 我小叔子6点钟开车 就去少东高铁站接我老公了 这会儿应该快来了 小明我婆婆呢 她好像在那个堂边挖地 我发现我在我娘家的时候 随时都在找我妈在婆家 随时在找我婆婆 娘子你挖那里种什么 我想挖的把这草挖掉 高铁站起来是散步的都走下去 哎呦 那个冰冰啊一家洗瓦 洗身狗 一样的影子 你说让我多散步 全村的人都认识我 然后我每次散步出去 碰到一个小北啊你寒不生啊 小北啊你寒没生啊 好像搞得我不生一样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了 那些林 就是林村的那边我走下去 那些爷爷哪来都认识我 边挖地 小北啊你怎么寒不生啊 搞得我好像我自己不想生一样 我比他们都急 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走 我就在门口晃一晃 那怎么了 又不是见不得人 我今天早上下去 那个奶奶在那里 给她的那个白菜 应该是零份吧 他说小北啊怎么寒没生 上面冰阿姨的媳妇都 前天晚上都生了 人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我说我也快了我也快了 哈哈哈哈 好多人 房间有人关心呗 是大家都认识我 然后都问我就好尴尬 房间都知道 哎 真真呀 知道吗 那些阿姆生啊 阿姆生 大概有几天吧 哈哈 已经都过了 还要几天 都过时了都 都过期了 哈哈哈哈 自己长了些还好待点 小米你去楼上搬一箱 洪富士 好像有花牛 你就下面装一层花牛 上面装一层洪富士拿下来 嗯 正好我们走走 过去 顺便把风扇也拉过来 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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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个爱子 哎呦你把厕所里 你们想跟着呢 那个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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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马晒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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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 你干嘛 那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飞机 我们在那开飞机 我来看看 我们叫这稳稳 这是真的稳啊 你是在等我吗 我闺蜜说 你这载以后一定是个干大事的 这么稳 这么淡定 上面那个都已经生了 对啊 前天晚上人家生了一个儿子 闻得很 就不用等我了 还得出来 四十一周了 整整四十一周 那今下午就去住院吧 今下午啊 商量一下吧 再看一下 那要看什么 直接去啊 那个医生说 让在家里待三天 如果不发动就来住院 我看你这情况 那个我今天早上下去再跟大大说 看你这走路比我都快 老实点啊 你再 你再不腾房才是强制凑事 哎呀 哎呀 你爸我回来了 你的行李呢 你的行李在这里 我不是等你的行李 我是等我的吃的 这不知道搜了没有 哎 我姐 给我烙的饼子 哎呀 包子 我妈给我真的包子 听你们的 听我婆婆的 上去立马就吃 吃了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生 把这苹果装好了 哦 好 哦 我们刚还准备去表嫂家 吃了表嫂那么多辣椒跟菜 给他拿一箱苹果过去 不然就不好意思 你发的这个品箱都不是蛮好了 是啊 你说真的是我们不配吗 我发这箱好一点就不会了 下面是花牛 下面是富士是吧 对 好 可以走 我们去 顺便把风车拉过来 经常吃他的菜 嗯 走 嗯 你去吗 去表嫂家 啊 去啊 走啊 我这回来不是专门陪你们母子的 哦不 老婆和孩子啊 不是我真的 等一下又 好 别解释了 走 你抱着吧 嗯 咋 这就你爸我也回来了 现在可以放肆地花动了 啊 你这还听电话的呢 啊 我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去甘肃的 回来了还没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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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多生干妈还给我打电话 没放 哦 修班怎么生一个量 你从哪里听说的 他可能是听到那个冰娘娘的儿媳妇生了 以为是我生了 没 她说是 她女婿的婆婆 她说你生了 生了个男的 她说 她应该是她婆婆 看 看那个什么胃英 背头条 说你生了个六斤八年了 大方小的 哦 就是之前那个假消息啊 又问到一个 我阿姨说 怎么还没生呢 阿姨吃个苹果 我要去我表嫂家 我不要 吃个吃个吃个 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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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赶集了 我没有 是在她们家里买的 三门缸 我买的烧吧 我在家 咋去泡开人家 我泡开人家 今天烧的 是 还没生 不急不急 你过两天就生了 你过两天就生了 你过什么 那孩子的话 面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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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儿子也有 面围的 哦 也好带一些是吧 那也不也太足了 对 这已经太足了 都四十一周了 很近的 我这女儿的时间 就加了两个 哦 好 你就拿两个花牛吧 对 它可能会洗 老人家喜欢吃花牛的 这一箱苹果都拿到表嫂家 都没了 我说叔叔阿姨在那里问我 小伯爷还没生啊 他那个地从哪儿过去啊 谢谢谢谢 我拿过来 你也拿过来 我怕滑 来 给你跟叔叔吃 不用了 你拿去给你吃 哎呦 我都拿到地里面来了 拿着拿着 尝一下 你拿一箱去 尝一下 尝一下 没事了 哎呦 我是要拿去我表嫂家 不然我多拿一点给你们 你拿过去阿姨 拿表嫂家去的 嗯嗯 经常吃他的菜 我说挺不好意思的 拿点我们干涉的苹果 没事你拿着吃 你拿着吃 拿着吃 你别过来了 你别过来了 别过来了 有点滑 别过来了 别过来了 下次我去干妈家 再多拿一点给你们吃 你拿出来了不好看了 没事的 哎呀两个苹果 哎呀 哎呀 拿着拿着 谢谢了 拿着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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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苹果阿姨没事 你拿你跟叔叔吃嘛 在地里面干活 没事干吃 我都拿出来了 你还拿过来 我过去了阿姨 你们忙你们的 这一个村上都吃两个苹果 还不好意思 我怎么感觉这污 味道啪淡的 花牛 一个果我能吃完 这个富士水分太足了 一个苹果我们都吃不完 好 嫂子在下花生 表哥在家 谢谢 谢谢 罗远最喜欢吃了 他最喜欢这个苹果 谢谢你啊 现在又打虫了 公公式的吧 你 你拿两个苹果还给我客气 哎呀 你们好客气 是啊 农村就这点好 你看 老家苹果 又是菜又是花生 又是草子 这都拌了 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不太好吧 兄弟 啪都不啪一下了 看去 哎 哎 哎呀 哎呀 嗯 哎呀 这么热 你今天这么热 你穿这么多 把那个他的马甲脱了 把那个他的马甲脱了 太热了 老罗 把他的马甲脱了 太热了 他妈就是手都给他穿 这么热 天气穿这么多 走 人家现在放开手 可以自己走的 你这个裤子也也太厚了吧 这是 假如 你搞事了吗 这么热 天气 嘿嘿嘿嘿 你妈就不怕热死你嘛 走了 好 文文同学的各位姨妹啊 他今天晚上我再给他一晚上的机会 我不行就 直接带你去住院吧 明天是星期天 医生说等个三天 因为超过41周之后 基本上就是隔三天一次产检 他 运动正常吗 什么都什么都是正常的 各项指标正常 但是呢就是羊水已经减少的蛮多了 那个医生说要是羊水减少的不那么迅速 其实还可以等到42周 但是羊水已经在93了 那个医生说正常 你上次产检是羊水是 130 对啊 对真正低了40毫米 然后医生说如果说低到80以下就有危险 那不行 就只能催 那就那就那不行那不等了 因为90跟80之间就 就值得的湿了 我是觉得啊 直接去泡了就了 不是 他说住院 他说住院不是说你直接泡 就是说他先给你打那个催生的东西 你就不用打嘛 直接泡 我还是想顺 到时候到时候让医生看那个数据来吧 人家也会衡量的 就是看是给你泡还是顺 等住院 应该是住进去院了之后就会拍 B超啊各种在流程再搞一遍 然后让医生就会 让建议你是泡还是顺了 我就害怕那个医生说 宝宝头大 而且说这太扎实了 我就怕到时候两种罪都受 哎万一顺着顺着顺着顺不下来又转抛 我说一说你直接就抛了 我说一说你直接就抛了 你得了 在啊 要听话点了 在 就很烦 我看他会不会踢我 不会 你爸爸我回来了 现在是白天不动 白天睡得跟猪一样 晚上 哎呦那闹腾的 这样子的 我都能看到他的脚印子跟拳头印子 在肚皮上面 今天晚上给你一晚上的机会 自己要出来就出来 再不出来 明天就带你去医院了 给你这样子 好可以